观众朋友们好,今天是2018年的9月11号,是911事件的17周年纪念日 我们知道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毒瘤 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威胁,主要的威胁 对世界和平,对人民的福祉的威胁阻止来源于这个两大主义 那么中共专制政权它既是一个专制主义,同时呢又是个恐怖政权 所以现在全中国人民都正在进行风起云涌的反抗抗争动 以其呢早日改变这样的这个专制制度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李一平先生来跟大家聊一聊 共振是不是究竟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有效的一种抗争方式 一平兄你好,请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一平兄好,各位网友好 今天我要跟您探讨一下 很多朋友啊 对这个共振的提出不少的质疑 但是呢 我想呢,很多问题呢 这个 虽然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跟他们相同 但是呢我一定要代表一种观点 一种质疑的声音啊 来跟您讨教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一问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围权抗争啊 在我们这个专制,现行专制制度之下 那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今年已经有多起大规模的抗争运动 包括最近的P2P啦 这个老兵维权啦 这个内阳事件啦 等等等等 很多种形式的这样的抗争 但是呢 我们知道您和吴建民等先生呢 这个在这个成立了一个共振平台 正在发起的时应的再次发起这个全民共振 我不知道 或者说不是我啊 很多朋友认为啊 既然 这么普遍的抗争方式大量存在 那么 你们提出这个全民共振和传统的抗争究竟有什么区别 你们是不是在话众取宠 请您给大家讲一下 谢谢 好,谢谢建平庸啊 问题提的非常好 这个我们自从三月份啊 开始这个运作全民共振平台以来 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啊 得到不少的支持 同时呢 也受到了不少的攻击 当然今天呢 我们主要针对的 针对的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呢 你所提出来的是这些跟我们 在我们民主圈里面的同道啊 朋友在维权圈里面同道朋友 这些人对我们全民共振的 有一些不太了解 那有一些事方面呢 还有一些疑问 所以我希望 你呢 就代表他们呢 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探讨 今天算是第一次 今后呢 我们这个探讨的这个平台啊 一直是开放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跟我们呢 一起来共同的商量此事 探讨此事 那最怕的是大家不交流 就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呢 是在这方面可以 跟您这样回应啊 我们没有 意思啊 改变任何人的这个抗争的方式 而且我们认为现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这个群体抗争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民维权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而且呢 是在未来推动中国进行根本的改变 进行了整体维权 进行政治维权 进行了制度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但是呢 现在 这一套这个抗争的方式 他有一个重大的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啊 他发展出了一套维稳的体系 他能够有效的化解 个别的地区的这个个别群体的这个抗争 不管你规模多大 你有时候大到几万人整个城市都出动了 老百姓都出动了 但是呢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网格化的维稳资源 调集周边地区的这个维稳力量 来对这个群体事件进行了围堵 进行镇压进行化解 所以到现在为止 很绝大部分的这个维权事件 维权这个抗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还有很多这个抗争呢 他甚至是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这些组织者领导者 那现在被关进了监狱被酷刑折磨 甚至是遇到了人生的迫害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突破这个维稳的这个困局 突破这个民众抗争的这个困局 怎么样走到下一个阶段 怎么样让大多数的这个维权抗争能够成功 我们就发现这一套维稳体系 它也有一个漏洞 它也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缺陷 那么我们只要像这个漏洞 这个缺陷发起攻击 那么它最后就一定会崩溃 当维稳体系崩溃之后 那么我们的维权才能够成功 它的漏洞在哪里呢 就是它维稳体系不能够同时应对 多个地区大规模的群体抗争 如果是有五到十个城市 每个城市都发生了几万人的街头抗争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 调集这么多资源去应对的 同时我们也发现 当多个地区大规模的抗争 同时爆发的时候 那么他们相互之间 就会形成一个共振的效应 共振效应 它就会激发出强大的力量 把积蓄在中国民间 几十年积蓄起来的这个民怨 一起激发出来 让全国人民都看见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镇压我们了 我们大家都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表达民意 表达我们的愤怒 那个时候全民运动 全民上街 全民抗争 时代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 中国民主转型 所有的这个新兴的政治力量 包括民主派的政治力量 也就可以在统治镇压机器崩溃的 那瘫痪的那一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趁势而起 只有中国的这个民间的新兴的民主的力量 能够发展起来 中国才有希望 真正的这个人民的权力 才能够得到保障 维稳是制度性的专制 他是通过一个制度性的暴力机器来镇压 来迫害老百姓 来否定我们的人权 那么怎么样能够最终的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维权的问题 只有从制度上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我们的主要的终止 我们主要的目标是想把现在已经参与抗争 已经这个在策划抗争的这些群体 把他们的那个行动的频率时间地点 建议他们作为一下调整 当我们形成了一个关于时间地点的这些共识之后 那么全民共振就会自然发生 不需要改变任何事情 只需要改变我们行动的频率 只需要改变我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全国就可以出现 众多群体一起抗争的局面 我们想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我们想追求的就是一个中国人民维权的 总体维权的一个突破 我们想实现的就是真正的民主转型 能有一个契机 好谢谢 那么我根据您的这个刚才的阐述呢 我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吗 就是说你认为现在 到你们所主导或者说所提倡的这个共振的 和传统的维权抗争呢 它的根本区别上有三点 第一个是同时第二个是同地区 就是同时发生很多地方同时发生 同时性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第二个呢 实际上是我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叫超越性 就是从简单的个人的诉求解决局部的个别的问题 比如说内阳事件 它主要涉及的是教育维权 那么它要上升到一个政治维权 不是叫政治维权 那就是设到一个政治诉求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对此提出一些质疑 他说现在上街的这些人 几乎都是直接间接的遭受了切身利益的损害 他们只有个人维权的诉求 并没有要改变什么政治制度 没有上升到政治诉求 如果你们号召他们上街 那这样岂不是成了一个这个骗人家去革命吗 不是逼人家甚至欺骗人家去把这个个人的维权 那上升到民主革命 您怎么看待这么一种指控 谢谢 在任何专制政体之下 老百姓都没有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权利 一旦表达了就会遭到镇压 所以说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现在绝对不鼓励大家在这个时间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但是也请大家注意到 表达政治诉求 这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正常社会公民应有的权利 不要认为表达政治诉求是一种犯罪 这是我们天生的权利 这个国家是老百姓的 我们当然有权利决定这个国家怎么样的运作 现在只不过是因为恐惧 大家不来表达出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就不能说老百姓因为恐惧不能表达 他们就是在反对 我们现在的这个全民共振平台是希望通过我们先阶段 这个第一阶段的利益诉求的表达 大家上了阶之后 用这个发生的共振效应之后 把统治秩序瘫痪之后 让他们的警察监狱法庭全部不能正常运作 不能镇压老百姓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创造了一种气氛 一种契机 大家可以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那么我们相信在那个阶段 大家的诉求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求自己的人权 我们要求这个国家制度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人权的 而不是镇压我们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所有的人过上 向人的生活 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为一个政权机器来服务 那么这自然的 它就转化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转化成为一场民主革命 不需要欺骗 我们只需要我们的民主同道 在那个时候适当的介入 我们来表达我们的政治诉求 看看老百姓有多少人接受的 那么如果是老百姓没有人接受的 那么自然的我们也就不能够成功 我们不能 我们没有枪 没有炮 没有办法去逼迫他们 同时我们也没有那样一种强大的宣传机器 说能够来对老百姓进行洗脑 这怎么叫欺骗呢 只不过是自由的表达 最后促成共识的形成而已 这怎么能叫欺骗呢 所以提出这样一种言论的 那么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民主同道 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要么就是中共的五毛水军 要么就是这个脑残服被专制洗脑 已经洗到无可救药程度的 所以这批人我们绝对不认为他是朋友 那么我也希望他们尽快的变得聪明起来 不要被专制继续欺骗 好谢谢 那我总结一下您的意思 是不是说这个不谈不上 逼这些维权人士去革命 更谈不上这个欺骗他们去革命 因为按你的话说来呢 就是事实上每一个人民呢 这个每一个公民呢 他自身其实是有这样的内在的诉求 或者说这个只不过在现在呢 大家因为基于这个恐惧 他不方便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这就是你的结论对吧 我没有理解错吧 如果没有理解错 那我们我要跟你提下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 很多朋友又会说 你这样利用这个不满的群众上街去搞共证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 你是不是为了当领袖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 有一种说法 所谓的大头正领袖欲 他把所有 把很多这个 传统名运人士也好 或者是最新加入到这个阵营的一些人士的 种种原型呢 总要用一种动机论 来揣测他们 其中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大头正领袖欲 我想请教一下 您和您的团队 在这个领袖欲问题上 你怎么看待 谢谢 好 那一般来讲呢 这个说出这种动机论 这种诸心之论呢 我基本上就是不回应的 因为你怎么回应呢 这个是明显的一种啊 这个无耻言论 他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没有任何这个事实作为基础的 他凭他自己的想象 凭他自己的猜测 而他这种想象和猜测都是恶意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很多回应呢 都是不必要的 正好给他们一个机会 来骚扰我们的机会 来转移我们视线 转移我们注意力的机会 但是呢 今天呢 建平兄既然这个就是帮他们 在这里提出来了 那我作为礼貌我得回应一下 即使是即使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有任何人想当领袖 我觉得这并不可耻 这是每一个人震荡的权利 每一个美国小孩生下来 他有都有当总统的这个愿望的权利 而且这种愿望在美国在正常的社会 他是受到鼓舞的人总是想要变得杰出 所以并不可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些人 并没有这个愿望 不仅仅是根据我们个人的 由于我们个人过去的经历所决定的 更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在的 这样的一种环境 这个位置 这个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所以让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妄想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场革命 他真正的能够这个占据领导地位的一定是那些在革命的主战场上面的 在一个革命团队的这个核心领导角色的这样的人 这样的团队他们能够真正的掌握权力成为重建那个政治体系的那个最高的决策者 那些人才是领袖 那些人在哪里呢 在国内 在中国境内 是中国境内民主派的那些核心的骨干的人物 是未来变局当中起到重大的作用的人 是那些在中国街头革命当中充当组织者的角色能够形成庞大的强大的民主阵营的那样一些人 而不是我们在海外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的 做一些这个沟通联络或者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宣传工作的这些人 我们海外民运通道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摆定自己的位置 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局限 不要有当领袖的愿望 这种是非常幼稚的 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掌握 并不是在主战场上面 我们在国内并没有这个强大的团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掌握不了这个最准确的时机 当国内革命爆发的时候 在那个最关键的几天之内 我们不可能成为运动的核心 不可能成为运动的发起者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不要吃心妄想了 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要做这样一种想法 也不要对其他的人有这样一种猜测 好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 你这样的话岂不成了一群口炮吗 你要发起共证 那么你们先回国呀 你在海外在这里喊喊口号 让国内的人去送死去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你有什么道德感召力 有什么能力 把国内的这些维权的人 把他们集中起来 让他们同时去做这样的维权抗争 你怎么样来回应这样一种 格案的这样的鼓动 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来回应这么一个指控 谢谢 首先呢 我想澄清一下的 我们绝对没有鼓动过任何不想上街的人上街 我们也一直在阻止那些只有政治诉求的民运同道 我们绝对是在阻止他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去上街 我们认为他们的角色 他们的这个功用不是在现在上街 他们是在真正中共这个统治体系 被民众的自发的对民众各个阶层的利益 因为利益诉求而走上街头抗争 被他冲垮了之后 那个时候他们在到民众中去 传播民主宪政的理念 让民众接受 这是我们民主团队的功用 然后把这些民众吸纳进民主阵营 这是民主团队的功用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因为很多的这个民主统道 他们是遭到了严密的监控 他们现在也没有 现在马上就上街的这种能力 上街不仅仅是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是损害了我们 这个消耗了我们民主派 这个少有的这种实力 宝贵的火种不能够被他们扑灭 所以我们不存在鼓动人上街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不鼓动了一些维权者去上街 而是说你们如果是现在需要上街的 过去上街遭到了镇压 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想上街的 现在正在策划上街的 那么大家把上街的时间和地点稍作为调整 这样和其他的群体和这个群体中的其他的地区的群众公民 跟他们形成一个形式上的互相呼应 产生一个共振的效应 产生强大的力量 起到一个互相扶持的作用 我们所做的只是这个 做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并不需要道义上的道德上的感召力 很多人有一种非常成就的思维 就是认为一场革命一定是要有得高望重的人 一定是要由领袖提出来的 没有现代社会的这个民主革命 没有几场革命事体这样的人号召的 而是由那些默默无闻的那些民主团队 那些维权人士是由他们发起来 是由老百姓这个发自内心的自发的这种抗争 是他们汇聚起来就成为一股洪流 是这样发生的 在中国现在你找得到 有一个民间社会反抗阵营 有号召力的人吗 有号召力的人全部被中共迫害致死了 或者是被关押了 刘晓波已经被肝癌死了 彭明已经被心脏病死了 在海外民主运动里面 民运阵营里面有号召力 有组织能力的王秉璋 现在被终身监禁了 被关在单独牢房里面 遭到严酷的迫害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没有有号召力的人 那是不是大家都不抗争了 大家都不做动员了 不是的 民主运动需要一批人 需要一批默默无闻的人 需要一批普通人 我们大家都来参与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就是这样的一批普通人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发起人 在国内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批普通人 我们是以普通人的身份 要来推动民主进程 我们是以普通人的身份 用我们微薄的力量 让抗争能够尽量的汇聚在一起 您的意思是 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应该去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并不见得要有多么 全知全能的道德感召力 和这个实际的这样的能力 那么 您把这个口炮一说 解释清楚了 您又怎么来解释一些指控 所谓的这个钓鱼 有人说了 你们这个提出这个 这个做法呀 目的是在于 让中共的这个能够一网打尽 把这些比较 有挑头的这样的能力和动机的人 让他们在暴露在中共的眼皮底下 你怎么来解释一下 这种一种指控 现在我就发现 这个自从我们三月份 启动这个全民共振平台的 这个操作以来 一直受到了几个非常典型的 这种指控 反复的一再的出现 你刚才说的这种 这种指控 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遭到了这样的指控 最先是由郭文贵提出来的 然后就一大群的小蚂蚁和五毛 假扮成小蚂蚁的五毛 反复的在提 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视频 贴纸 我们的宣传图片 音频 在下面加上这样的评论 一再的重复 一再的重复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但是在这里 建平兄既然你提出来了 我们就再来解释一遍 我们的全民共振平台 它这个运作的机制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海外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个一个传播机构 我们想尽量利用我们在海外的这个传播上的优势 把民主阵营所需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民主阵营某些团队需要传达的信息 我们通过海外的这个优势 单向的向国内传播出去 我们并不要求 我们也并不鼓励 所有的人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信息发出去 比如说11 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些抗争团队 抗争群体能够在11 能够采取一个 11这个到10月7号这个期间 采取一个行动 把他们的抗争行动调整到这个期间 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回应 那么他们我们在海外公开的宣传推动 他们就可以在接受到这个信息的人 认同这个信息的这个理念的人 他们就可以独立的私下的 这个隐蔽的在从事他们的自己的策划 组织的工作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存在钓鱼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是那些群体 它本身就是要上街的 它只不过是在那一个时间段上面上街了 那如果是他们单独上街的话 你认为中共不会镇压吗 当然会镇压 镇压得更狠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他不会镇压呢 就是在人越多的情况下 他们镇压的难度越大 他们越害怕 那个时候他才没有能力镇压 才不敢镇压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人少力量就小 人多力量就大 一个筷子容易折断 一把筷子就没有办法折断 我们现在是促使所有这些单独的筷子 让他们合到一起 让中共没有办法把他们折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你居然指控我们是钓鱼 那你居心何在呀 如果你说你是这个真正的民主人士 那你的脑髓何在呀 你的智商何在呀 所以提出这样一种指控的人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微虎作仓的中共的五毛 另外一种啊 是完全被中共洗脑 完全没有思维能力的 这样的一些百姓 谢谢我还得问您一个问题 那你这个还有一种指控是为了骗捐 这个你们推动全民共振 涉及到金钱问题 涉及到监款问题吗 我们从来没有号召过一次 对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捐款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所有的这些海外的操作者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发起过一次对我们这个平台 或者对我们个人的捐款 没有一次 谢谢 所以说骗捐 骗捐之说啊 那是完全没有事实基础的 好谢谢 我接下来我要问您几个技术问题 很多朋友说 即使有一些维权的团体和个人在 十一上街去一起维权 达到一个共振的效果 那么他们认为中共这么强大 这样的带有街头革命性质的 共振维权一定会被镇压 甚至有可能重演 如果说搞起来的话 甚至有可能重演八九六四的悲剧 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说法 谢谢 任何这个冲击中共统治秩序的抗争 中共都是想镇压的 只是他有没有能力镇压的问题 当我们抗争的规模小 人数少的时候 他有能力镇压 他就一定镇压 他镇压的更厉害 更凶残 当我们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 他没有办法镇压的时候 当我们的规模 大概形成了一个全民共振 全民上街 全民革命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镇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体系就垮掉了 当我们形成了全国规模之后 形成了全民上街的这种规模之后 他们是不是会动用军队 动用他们的所有的暴力机器来镇压 那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对中共现在他们内部结构 他们的政治运作 他们这个状况稍微有了解的人 对中国现在军队的这个士气 对他们的这个构成稍微有了解的人 对颜色革命的这个街头革命的战略 稍微有所了解的人 对政治学原理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当人民的这个抗争的力量 还没有形成全民抗争的时候 那么他们是会镇压的 但是今后不可能了 等一会儿呢 这个我们可以再继续详细的来讲一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为什么不可能 这个我们专门作为一个话题 下次来讨论好吧 因为这个话题很大 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主观的因素 人的主观因素 客观的环境 涉及到统治者 涉及到被统治者 所以这个是个大话题 总之刚才我听出来您的意思是 一旦这个抗争的群体达到一定的规模 八九六四这样的 中共那样的端着机枪 开着坦克上街去 碾压去残杀 这个大众的这个场面是不可能再出现 您是这个结论吗 不可能存在 不可能存在 好 这个问题我们留着下一次来专门讨论 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大 而且很多人对此是有不同的意见 很多人说 任何时候共产党会毫不犹豫的 开着坦克拿着机枪会上街镇压 他们认为始终有一群人 那是铁拉心要做中共的柜子手 所以呢 没有你说的那么若干 这个问题比较大 我们留在下一次讨论啊 接着我要问你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是 民队 这个发起这个十一共振运动 对他的预期对他的结果和效果会有什么样一种估计 因为今天的时间不短了 我想呢 请你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呢 最后回答我们这么一个问题 好不好 谢谢 我们知道中共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要想把它这个体系要吹垮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巨大的功臣 但是并不因为它这个困难 并不因为它这个任务巨大 我们就不开始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 我们要把每一次的行动都当作是一次需要全力以赴对待的这样的行动 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推动的这个五一共振 我们设定了三个目标 第一个呢就是最高的目标 就是在这一天推动各个阶层 各个群体能够聚集成功 能够发生产生共振效应 能够瘫痪统治秩序 这是最高的目标 那么还有几个次要的目标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消耗维稳资源 消耗维稳资源 因为只要我们只要我们大张旗虎的宣传 只要我们这个信息散布的足够广 只要我们这个和这些维权抗争的群体产生的交流足够多 那么中共它的维稳体系就必须得防范 必须得调动起来全面的阻止 那么这个在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消耗他们的精力 就会打击到他们的士气 不断的这样的消耗不断的打击 那么最后总会有一次在他们疲倦的时候 在他们不能够防备的时候我们就成功了 这一次十一同样的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标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持续的宣传我们来扩散我们的理念 同时让真正的有心参与大规模维权事件的组织者 领导团队这些人能够有机会大家 相互之间来探讨能够促使他们核心成员一起 能够来进行演练 来提高他们的参与街头运动的 进行街头运动抗争的这种能力 每一次革命都需要这样的团队 都需要这样的一些有心人 在提前做好准备在反复的磨练当中 能够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武装革命是如此 我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个全民街头革命 政治革命也是需要的我们练兵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练兵的机会 当大家走上街头无论是不是能够形成聚集 但是只要你带着你团队的人 到了那个地方去视察那个地方的地形 是去了解那个地方 这个街头运动的 所有各方面的因素 收集材料和团队的通道一起探讨 这就是一个练兵的过程 我们这个民主团队 我们的这个维权团队 我们的兵练得越好 我们的准备越充分 那么最后成功的几率就越大 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维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不能因为它困难而不开始 侵害革命之前有十次起义 我相信不是因为它觉得每一次起义都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每一次起义它都会抱着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种决心来去进行 那么最后总有一次专制制度 现在和我们这个维权民主运动 他们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 他们是处于守势 我们是处于攻势 他们可以不断的赢 但是他们只能输一次 我们可以失败很多次 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尝试 那么我们最后只需要成功一次 成功一次 他们整个体系就垮掉了 所以为了那最后的一次成功 大家不要怕失败 只是我们需要非常细致的组织工作 非常周密的策划 这样让每一次的行动都变成我们的一次演练 让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不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实力 而是消耗对方的实力 让我们每一次行动能够增加我们自己下一次行动的力度 好谢谢 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说 您对这个预期还是乐观的 无论如何 它具有试错的价值 它具有效果叠加的价值 它具有消耗中共的维稳金 这个资源的这个效能 特别是在现在中共面临内忧外患 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形势都很糟糕的情况 特别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一次一次这么去搞消耗它的维稳之言 让它最后啊根本就从经济上 它承受不了这样的啊 这个群体的这个这个街头革命的这个成本代价的时候 很可能它最终的那次失败就会出现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一平行我们时间不短 最后您给我们一两句话 我们接受今天的访谈好不好 谢谢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我们呢就是在不断的冲击的过程当中 松动他们 打击对方的事情 增加我们的这个实力 增加我们这个团队 民主团队 这个维权团队运作的策划的能力 增加我们的政治判断力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实力所在 这就是我们民主运动的这个希望所在 大家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因为对手的庞大而放弃 不能因为任务的困难而放弃 一直坚持下去最后一定能成功 好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跟观众朋友们说再见好吗 好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好再见观众朋友们 现在可以了吧